來看台北財運 總有先站在車廂裡面 看到鳥漆 財運收到通報 雖然派人去處理 也抓到鳥漆 沒有影響到車房 台北財運是表示說 因為財運禁止 吃死 鳥漆是這麼惡性 準 應該是從外面走進來 會來加強感控 拜三晚上七點完 台北財運中山山山中通報 在車到站的時候 有一隻鳥漆走進去 往新店方向的車 現場看到的路客是轉彈 那時候車廂來的路客 因為看到鳥漆很驚訝 要有很多人 都要走出車廂外 他們去整來緊張 台北財運公司表示 收到站立的通報 相關人員隨著鳥漆漆的鋼漆 中車處理 順利在這班列車的第四次車廂 抓到鳥漆沒有影響應援 後來安排列車銷漆 因為節穩的車上來禁止陰燭 鳥漆沒有相準的條件 另外鳥漆是由 站外走進去的家鄉感控 也好有路客 那是有看到可以協助通報 我們呼籲旅客 如果遇到類似的情形 千萬不要驚慌 在列車上透過通話器 通知司機員或行控中心 我們會儘速的派人前往處理 台北市中山雙簾 這個地面上有很多商店 有的時候就會 樓梯到了這個捷運的這個範圍裡面去 雖然日空一般年七月 台北市中山雙簾 也發生過車廂出現鳥漆的事件 那個時候台北市中山雙簾 發現鳥漆是由 台安松林江峰站 五台進入車廂 在台安站停車後 走出車廂 也應去整人的緊張 有兩個人因為稍微收拾有受傷 記者中華報導 阿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